好了看一下老板的宝宝 第一只宝宝是一只临终鸟的 临终鸟的一个吸血鬼 临终鸟的授觉的话 大概就是一万多块钱 一万五 然后的话这只宝宝本身的话 12技能的宝宝 大概也是一万多块钱 资质还不错 这只宝宝三万块钱有人要吗 他们商量商量 毕竟是个玩具宝宝 你一个宝宝只要带着临终鸟 证明两个道理 一是不能打PK 二是一定是玩具 玩具还是个吸血鬼 而且他这个技能还有点欠缺 因为他带三个套的话是没有神用技能的 对不对 所以说这只宝宝存在着这方面 或者那一方面的问题 就给他三万块钱 你们说来一车我就放心了 咱们估价可以估低 但是尽量不要估高 装卖是八十三 六千块钱 这是七十九再加两千 八千 八千 八千再加上一个四千 一万二 好这只宝宝的话 资质卓越 双资一千六百块钱 那一只狂暴 这只宝宝的话两万块钱 本的一逼 三千 再加三千 再加上三千 三千宝宝装备 九千块钱以上